今天我要介紹一款遊戲叫蟲蟲帝國 是一款帶由微觀視角的經典模擬遊戲 帶你進入超猛超奇妙的蟲蟲蟻世界 這遊戲的主角是蟲蟻 先讓我們進去看我的弟弟 第一看到的是以後石就是纏軟的地盪 然後第二個步兵 就是負責打仗的兵 然後蟲蟲就是負責搬東西的蟲蟻 有那麼分那麼多種蟲蟻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種類需要用不同的東西搬 然後就是蟲蟲就是運行 就是生 用蛋來生 沒有生工藝啊 還是冰淫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蟲蜜的地方 然後這就是蟲蟲 這就是意願 五月爆炸 然後來看一下主面的水晶 星星月亮太陽呢 就是負責活動的水晶 它藍雪跟紫雪就是負責 紫雪是負責冰淇 藍雪是負責供應 然後呢 床 床 床 他們檢討 這些都進階版 他們檢討 做初階的 然後左邊 右邊的 是床 好我們最近還剛清楚的 這是一堆坑人的 墨室 右邊的是飛艇 然後螺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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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我們是五大船 三大最基礎的船 建了好久欸 然後我們先進 競技場 競技場 競技場就是 通常會有 一地板一地板二十項的東西 它雲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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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23456王 然後每段時間就會 有一隻王可以打 然後跳跑的東西都會搬走 有打才能搬啊 不然會不會 會不會 會有軍團戰爭 然後去世界爭 打四戰是世界的地方 就是 全部玩家 打這服的玩家 的地方 我沒有框啊 可以踩 可以跳出來 我沒有框 可以踩 這樣時間夠的話 不然就是很常傷心的話 就會踩比較 時間比較短 因為會踩比較多 然後這是我 這是我們軍團的泰塵 因為現在這班 其實當活動是半泰 所以東西都沒了 然後軍團 的快樂廠 然後去中間 中間這個地方 左邊就是我們運動的塑膠 三個小時就會 會掉更新的東西 等一下 還有一個小時 然後中間有一隻金魚 還有一隻鳥 還有一隻鳥 他們就是去 去搬運場 幫他們搬運 幫做的東西 然後攻擊他們 他就會有門票 如果打贏他 就會有門票 然後左邊有個漩渦 就是可以進入海世界的地方 又有船 踩進去 還有門票 反正是跟世界上 差不多地方 只不過是被拿 然後再回到中間 這是一個可以耗時間的地方 耗時間的遊戲 看有沒有處置 你要炸大錢還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慢慢的玩 也可以 因為畢竟我是 看到我媽玩 然後才來玩的 然後那時候這個幅度不知道開多久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